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就是跟上帝台灣談那個詞照明我一樣 好,我是中央大學的學生 大家都應該有聽過自己長輩說 我吃的鹽比你吃的米還要多 所以萬一這些長輩們出錯了,那該怎麼辦 所以這就是我今天的主題,長輩對了美 那我們怎麼發掘長輩錯了呢? 第一,他的意見可能跟你有所不同 你覺得怎麼會這樣?怎麼不一樣?怎麼會這樣? 這時候你心中感到懷疑,感到遲疑 第二,你的同伴開始支持你 開始讓不再孤單,寂寞單身覺得冷 讓你的話有人聽,有人信 讓你覺得你的話是可信的 第三,你詢問其他長輩,他會拍拍你的間 孩子,你是中的 沒錯,這時候你覺得自己信心大增 嗯,我應該是對的 而那之前剛剛長輩說的話呢 嗯,他可能有問題 不太對喔 然後最後,我們有專業的技術人員提供意見 或是有確切的證據出現 哇,我真的是確實的感覺到 我真的是對的 那剛剛那個長輩,嗯 非常可能錯了 好,那為什麼長輩會錯呢? 第一個,就是驕傲 台語叫做表斑 他們 過於驕傲 所以可能會 疏忽一些小細節 然後 最後可能 會做出一些自己沒有做過的措施 然後 第二個就是 那個 現在的資訊流量相當的大 也相當的快速 就像 你再怎麼厲害 你也不可能一分鐘寫完三十張微積分考卷 一定會錯 一定會錯 所以 一定會錯 然後第三就是 老狗學不會心法系 那個 就像這樣 你不會把一個咖啡 放在一個光電器上面 你要叫 叫長輩相信或接受一些新的事情 有時候可能是非常困難的 而最後 就是 長輩通常就是一個很 位高權重 所以 絕對全力絕對不敗 呃 舉個例子 台灣的某錢 元首 就是一個非常好的 錯誤例子 好 那如果我們碰到這些 驕傲或是 全力的長輩呢 我們可以學習像這個偉大干地一樣 他我們可以 群聚起來 做一個和平的小抗議 讓他知道 我們不會因為他的條掰 然後 對他為命是仇 那對於 那些 那個被資訊紅流埋沒的長輩呢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那個專業人員的資訊作為證據 讓他可以走出洪流 讓他可以做出正確的好判斷 呃 接下來呢 如果是一些對 新奇事物有 有納悶懷疑的一些長輩 我們可以親切的教導他 但是 這可能要花很久的時間 所以對待他們可能要 非常非常的很有耐心 嗯 嗯 那接下來舉個例子 如果長輩對你說 呃 Facebook不能做行銷 你大可 劈頭問 Facebook為什麼不能做行銷 然後三十斤結尾 嗯 非常有霸氣 但是明天 你就不用來上班了 真的 所以我們可以改個方式 請教一下 Facebook為什麼 哈哈哈哈哈哈 這樣就玩專起多 然後 可以讓你聽得下去 讓長輩覺得 嗯 嗯 放下身段 好好跟你溝通 同樣的 我們可以 好 可以討論一下嗎 讓他覺得 喔喔 你是真心誠意的 來跟我討論問題 那 那 以上這兩個 就可以 大大點低於 我們冒伴長輩的可能性 好 那如果你要提出意見 你可以說 我認為 Facebook為什麼不能做行銷等等 提出你的好建議 讓長輩覺得 哇 你是重新 從自己提出一個看法 讓你 讓他可以 好好瞭解你的想法 好好聆聽你的意見 那 最後 請教一下 我可以討論一下 我認為 哈哈哈哈 討論完之後 嗯 謝謝 是一個不可破缺的 這是一個 基本的禮 然後 嗯 嗯 哈哈哈哈 好 那個在談論的過程中 可能是 嗯 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還是以整個問題為重 不要過於情緒化 然後 雙方當然就是要互相尊重 然後 那個 還是 就是 就是不要最後不要造成兩敗巨戰 厚果 然後 我的結論是 呃 長輩和我們都是一樣的 都會很容易犯錯 但是我們要以同理性來看待 我們要對待他們 像家人 像朋友 呃 像戀人 不用 好 就是來一起解決問題 好 以上是我的演講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來對Email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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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